民進黨立委參選人張美慧 他特別來到了鳳林鎮 舉行他的政見發表會 除了針對三大政見亮點 六大面向進行說明 他也對於鳳林鎮的客家文化 校長的故鄉 無污染農業發展 都說了一些想法 他表示這些都是在他進入國會的時候 他會努力為鄉親爭取最符合 在地發展的建設目標 鳳林鎮是校長的故鄉 並且有無污染的農業稻米 豆奶 花生 第二位參選人張美慧 15號在鳳林鎮鳳仁活動中心 舉行政見說明會 表示前進國會 為鄉親來爭取 最符合在地發展所需要的建設 多位青農以及在地支持的民眾 特地來到鳳仁活動中心 為張美慧加油 並且在地青農以朴風為例 希望匯集公民的力量 思考花蓮的命運 站出來支持張美慧 花蓮憲樂府如果要發展農業經濟的話 他應該要好好的把關 然後不要讓這種一直在受罰的企業進來 那時候我們就覺得這種企業竟然太可怕 然後我們怎麼太怕 然後我們就趕快說 我們趕快要跟鄉親說這件事情 我們大家一起探爭 大大小小的探爭 然後那時候除了我們自己選區 第三選區議員以外還有美慧 美慧他我就看到說 美慧是那個花蓮詩選區的預言啊 那其實他在鳳梨是沒有票的 我們我們鳳梨沒辦法把票投給他 但是他還是在議會幫我們講話 然後一直跟那個花蓮憲政府喊話 說普通要進來 請那個縣長要好好的考慮 對這樣子 然後我就覺得美慧在鳳梨沒有票 但是他還是願意幫助什麼 幫助鳳梨的鄉親 那他是真的把花蓮人的事 花蓮人的事放在他心上的議員 然後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我們鳳梨人 必須要把他的分析 商委會再次的強調他的三大政見亮點 65歲免費裝假牙 免費繳健保費 推動興建花冬塊 而六大面向包含交通觀光 社福醫療 農業產銷 教育文化 經濟產業 內政族群 期盼共同找回花蓮的光榮 一起決定新花蓮 美會的參選立委政見說明會第三場次我們來到鳳梨鎮 那大家知道鳳梨鎮是一個慢火小鎮 而且是一個文化氣息非常濃郁的一個城鎮 所以美會在參選的政見當中 關於教育文化 關於經濟產業 還有關於農業產業 銷售的這一個面向 就跟其實鳳梨有很大很大的連結 像我們這裡有客家文化 我們有新著名的族群的文化 各族群文化的意涵 蘊含底子都非常的深厚 我們還有校長夢工廠 這個是非常非常讓大家引以為傲的 這個文化教育都非常的棒 那另外花蓮的這個很重要 就是我們要無污染的產業 要符合在地需求的產業 鳳梨鎮就是非常適合推展這樣的一個產業 那要引進產業增加就業機會 符合在地因地制宜的產業 這個也是在美會的政見當中 這個是在經濟 那另外鳳梨鎮 有非常好的這個農產品 非常多樣多元 那在這個工作 在這個相關的農業產銷 在這個還有這個農業的這個 冷鏈的設備上 美會也在政見裡面提出來 只要在相關的 對於地方發展有幫助的 美會一定是全力以赴 那前進到國會一定是為大家來爭取 為鄉親來爭取 最符合在地發展需求的所有的建設跟福利 期待大家相信美會支持美會 前進國會 同時行政院東福中心副執行長郭英義 縣議員林哲思 市民代表歐彥晏智也都到場駐獎 張美會再次強調 對於地方發展有幫助的 他將全力以赴 前進國會為鄉親來爭取 爭取最符合在地發展所需要的建設 記得臨結鳳梨鎮採訪報導 黃鎮議員林哲夫